各位早晨 今天又回來和大家看市 如果想問的個股問題 可以留言在Facebook和YouTube 我們中午會有這個聽電話環節 下午會有一個ETF的特備節目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和Facebook 不會錯過了我們的直播 看回昨晚美股方面 其實美股之前也提過 其實陸續有很多經濟數據就會公佈 都會擔心這些經濟數據會不會令到股市售壓 其實現在的確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那種的售壓程度已經不是 以前整天成千點成千點地熔斷的情況 你看到市場的資金情況真的改善了很多 現在你看回數據方面 看看美股方面 其實昨晚三大指數都是暴跌 道指是跌445點 跌幅有1.8% 報23504點 納指跌幅有1.4% 報8393點 S&P500跌2.2% 報2783點 即三大指數當中 其實就 標普500的跌幅最大 而納指就是跑贏了 你看到一個美股裡面的股份 你都會看到 其實就是開始一個強弱之分 比如你看到一些 Amazon、Netflix 其實正在破頂的 其實昨晚很多的科技巨頭 例如Google那些 或者最近很冒起 很受投資者歡迎的 就是一些線上辦公概念的股份 例如Slack、Zoom 和Ring Central等等 其實反而還在逆市上升 所以你看到 其實股市上開始回歸一些基本因素 在市回穩的時候 就算市其實跌 如果你是選到一些基本因素好的強勢股 其實仍然是有得升的 所以我現在其實都是傾向炒股不炒市 指數方面 現在其實都會是比較反覆 有不同的消息 但是就已經 那個直播率沒有之前 譬如你想做淡 其實都會是 即是你駁到剛好會有賺的 但是你的出入要很好 因為你現在這麼反覆 就不是好像之前剛剛開始 真的大家很恐慌 紅市 即是一千、一千、一千地跌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直播率這麼高 其實如果現在的指數字是窄幅 反而是選一些比較有潛力的股份 去投資會比較好一點 看回昨晚為何美股是大跌 那個數據都是比較差 美國3月零售銷售的環比下跌了8.7% 預期是跌8% 即3月美國零售銷售數據是順預期 又未至於順預期很多 因為預期8% 現在出來就是8.7% 但這個數字其實創了1992年 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 其實之前 前直是跌0.5% 其實亦都是比預期差 核心零售銷售環比 就跌4.5% 預期跌5% 這一部分就比預期好 除了零售銷售數據的順預期之外 其實就看回美國4月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 亦都是比預期差 這個數值就是製造業方面 其實跌了78.2% 預期跌35% 亦都是有紀錄以來最低的水平 大家都會擔心 昨晚看到市場 而且因為美企都業績期 都有一些比較差的業績 個別公司 例如美國銀行 今年首個業績 每股盈利案年跌43% 遠順市場預期 其實銀行股一直都是偏弱的 如果你有看美股 或者巴菲特的新聞 其實現在的銀行股 其實都一直向走下波 所以其實它就算開頭有 是剛剛跌市的時候有增持 其實現在都是減持的 所以你都會看到銀行股 甚至一些現時來講 一些金融類的股份 都不是太過樂觀的 我覺得就算現在要選買 都未必會選這些類型 其實金融保險業 還有銀行業相關的一些金融類的股份 都會是比較差的 你可能其實就昨天見到 美股這樣 今天是不是可以做膽呢 其實就算昨天就開始是去到 這個反彈阻力的時候 其實反彈阻力是24,600左右 其實昨天的日子高就上過去 這些位置其實仍然是突破不了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去做膽呢 因為如果你一直站著24,000點 24,000點 我都會覺得即市就OK 如果你說要真的去開始 不是即市那種的 即不是日子交易即市那種的看膽呢 我就未必會這麼快住的 就算現在 其實今天你可能昨天見到 美股的情況比較差 但是今天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是開在24,000點附近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做 你就看著這個位置是否守得住 假設你現在去開始 例如你現在開市之後 向下走才去考慮說要做膽 當然這個也是比較進取的做法 因為我覺得暫時未至於是一個太膽的 其實現在開了24,600點 就是一個反彈的阻力 下方這裡 其實如果大家會經常說24,000點 但是實數就是23970 其實就差不多是24,000點左右 所以你就看著開市之後的走勢 因為昨晚可能你看到美股跌這麼多 今天一定是大跌 其實你看到出來 因為現在的恒指只是低開119,000點 開步24,025點 跌幅方面就不算是太大的 但是你看一會兒就開始的情況 現在其實都是在考驗著24,000關口的支持 如果這個情況 看看現在會不會有一些股份有些移動 那暫時成交壓榜上面 那股份的波幅就不是太大 現時升得多的 有隻蒙牛在升3% 那其他的股份都是只有升跌1%之內 例如阿里巴巴升1% 騰訊升1% 那這兩隻都厲害 因為其實昨天就開在一些阻力位附近 例如阿里就在200 騰訊在400 看看這些關口會不會有機會是可以突破到 那如果你說要去看淡 那這些都是如果貼近阻力位的 都可以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另外看看 其實今天一些油價和金價都有一些少少的移動 但是就不是建議大家買 但是因為近期大家都很關注油價的走勢 其實油價剛剛 不過如果你真的緊貼 其實昨天都應該看到 因為油價昨天已經開始繼續展開跌浪 現在你看到油價自從反彈完之後 反彈了少許而已 已經去穿20元的水平 反彈幅度其實也不是很持久 如果你真的捕捉油價的反彈 我一向覺得這個比較難去預測 因為都是一個首先本身的需求疲弱 而二來就是很多的政治因素涉及了 所以其實就算現在 我想就算之前搏反彈的人 現在就應該是無論你吃虎也好 就應該是走了 所以其實是很難去搏反彈的兩天 就算你搏反彈了 有些人其實就貪心不走 其實就有機會 你出入位不好 其實有機會倒蝕 其實你看看油價 現在WT15原油期貨就收跌 跌幅1.1% 報每通19.87美元 即是正式穿了20元 油價 但其實如果近期WT15是19.2元 暫時這些位置就看到有支持 但你說會否建議現在搏呢 我想有些人 其實開始有一些進取去做好油價的人 會是現在去想著 說近20元是否要搏呢 你可以說近支持WT15 但是這個始終覺得都是搏 因為你看到現在那個減產 大家之前在憧憬減產會提振油價 其實這些消息已經出來了 也都消化完這個利好 而大家會有一個預期落空的感覺 因為現在原油的需求是疲弱 因為疫情有關 而這個減產幅度 其實根本就追不上這個原油需求下跌的幅度 所以其實油價仍然都是比較偏弱 最新國際能源署IEA的月報就說 預計今個月的石油需求 每天按年減少2900萬桶 是1995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第二季需求每天減少2310萬桶 全年需求每天減少950萬桶 連續十年的需求增長 其實油價在今年就結束了 全球的減產協議令 五月就每天減少1200萬桶 你見到譬如今個月的需求已經減少2900萬桶 但你見到五月的減產量只有1200萬桶 減產的幅度根本就不夠需求下跌的幅度 所以其實這個油價仍然都是偏弱的 當然你可以說長遠不會一直這麼低的 你又博一下 好像之前有些人博這樣 如果你博中這樣就厲害了 但始終因為這些工具 其實就不可以說是長遠的 如果它長期在偏弱的水平 其實你亦都會是需要付出一些的 譬如時間值 可能簡單來說是時間值 最主要都是因為原油期貨高水的問題 因為已經高水等於你是一個日價 亦都還有一個儲存費 所以其實太長遠就不是一個好的工具 你真的要補足到短線的反彈才行 現在股市就開出了 開始之後暫時跌幅大了少少 暫時跌幅大了少少 暫時跌了23,990點 跌157點 我們就去廣告 稍後就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行此 現時報23,990點 跌158點 繼續在24,000點的關口增持 暫時就穿了一穿 看看YouTube上大家的一些留言 現在就是6186 就是TYYUN就想問 他就說6186 什麼位可以入 13元有貨的上網 現在是13.94 升0.7% 至於你看回上網的話 其實他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他就未正式破到頂 這個頂其實就是14元 所以你現在就看著14元 你看看今次可不可以突破到 那如果突破不到回落 那就要小心 那我想如果除非你真的 target這麼短 你真的現在14元 就馬上吃糊 那如果不是 其實都可以看回 這裡有個支持位 就是12.78 應該是12.74才對 因為這裡橫行了 都三個星期左右 你就用回12.74這個位置 來做指洩位 那現在就上網 都要14元 才有一個突破到 那接著就 6110 就是可不可以入 炒內需 那6110 我之前都有在自己的群組裡 有推介過的 那今天就稍微是回一點 因為有個少少陰燭 跌1%的到9.3 那如果你今天現在開始來到這些位置 就是昨天收9.41 今天又開在9.4 那這些位置如果出陰燭的話 就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你之前買下 我們會先上網9.5 那第一站的目標 那如果9.5 這裡就真的突破不了的話 那有需要可能今天就去吃糊 那雖然就賺少少 都不夠一成這樣 但是如果你小心 這個位置會不會真的回落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先觀望一下 如果是可以站穩到 上到9.5的時候 那你才去買入 再上網就10.64 那所以現在就在這個 阻力位那裡 暫時觀望一下它 是不是可以先突破這個阻力 那我老友10 其實我也看好的 如果你要炒這個內需來選 那它是它和313寶星 就是內地的兩大的一個 體用品經銷商 那就是代理 賣Nike和Adidas的品牌 等等的國際大品牌 那這兩間就是最大的經銷商 那所以其實就業績也都非常之好 那最新也都入了港股通的 那但是相對呢 你說如果比起李寧 安踏那些 它的成交額是沒有那麼高的 那你見到老偷博 現時成交 不過今早就開始沒有多久 但其實就是 你看回看之前 其實它全日的成交都不是太多 那相對就沒有那麼多的資金去追捧 那但是呢 你說看回走勢 其實也都是不差 其實只是反彈上來 不過你可以觀望一下 那站穩9.5才買入 那接著就是1099 1099就是Vilson 就是國藥 19.7.8有貨 可不可以上到21元呢 那現在看來呢 就是20元邊 都有一些阻力在這裡 那其實如果你看回這裡的位置 那我會看在19.8.4左右 那其實也是沉入開19.8的 那這些位置其實就是一個阻力位置來的 那你說19.7.8有貨 那你變成呢 因為你買的位置就剛剛來到這些邊緣位買 那你看看今次是否真的可以去突破先 如果突破不了呢 那譬如就 你看看這幾天的day low 那其實就是19.3.2 就是今天的day low 那如果你看看收市 可不可以站穩19.5 如果不是呢 你都要考慮會不會小心它要回落 那暫時我覺得就一般般 就不是特別看好著了 那接著就99.28 時代倫理 那為什麼跌那麼多呢 可不可以買來薄反彈 因Pink Check 就說其實就 昨天都已經 物館整版都大跌的了 那但是呢 你說去看回 過往都不是沒試過被洗倉的 那說真的 其實都炒高了一段時間的了 如果以時代倫理 它就 它不算是最高的那些 那現在都是41倍的 那今天就算是 即是 即是站穩 沒有再繼續 昨天的跌勢 不過小心下午會不會再跌呢 那如果你說時代倫理的話呢 那現在是高位回落呢 我覺得暫時就不要買著了 你等一下它有沒有機會站穩一點 那如果你說 即是比較一個 大一點的支持位呢 那其實會在5.3的 那上一次呢 你都是跌到5.3之後呢 其實開始反彈的 那我覺得就這時候先保持 那始終昨天就 迎來了這麼大的沽額 暫時就不要買著了 可以去沽網一下先的 那因為呢 那昨天呢 其實就整體內房都比較偏弱的 那也都是有 就是有一些配股啦 那也都很多其實都炒了一陣 那昨天內房整體都會 那都有大約5個% 或者超過5個%的跌幅 那很多隻都 那你見到呢 其實昨天就一些的物館 比如大家可能忠情的 3319都是 不過它今天就比較是 是有一個的買盤支持 這樣去上回去 那如果你的時代倫理 你真的可以好像 譬如3319 2669 這些那麼有實力 那樣 那麼多人追捧 去買回去 你見到它有那個動力 在上來你才去追入 那接著就 914 那是海螺的 那Fionn就說 914和3323 什麼位置可以入呢 那914呢 我覺得都是一個 這兩隻都是可以考慮之選 那都是水泥的板塊 那水泥板塊 其實我都看好的 那就是衝景 接下來就是那個兩匯 那兩匯延遲了 嘛 現在就要到5月 那就衝景兩匯 會有更加多的落實 是刺激基建的措施 因為你見到 現在那個經濟前景 都不是那麼明朗 那次次一不明朗 大家就會衝景 中央又要救市了 那要刺激基建 現在是有刺激傳統的基建 還要刺激新的5G基建 那還有其實海螺 作為水泥龍頭 那業績都一向很好的 那就算今年那個增長 因為2019年 那個增長放緩了 但也不差的 那但是呢 你來到這些位置 就要小心 其實昨天已經是開始大陰 因為物館和水泥 其實昨天是有一個出貨的情況 那但是出貨 是不是一定是要看淡呢 那又不一定的 那但是只不過 如果你的沽壓在湧上來 湧出來 即是你買 那些人掃完上去 給那些沽盆沽回來 那我就覺得呢 就可以去稍微等一等先 那如果你看回 其實今天就開了57.5G 你看回它如果下午 真的有些動力起上來 那上方的位置就是59元 因為這裡其實有60元邊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阻力來的 你可能每次去到60元上少少 或者60元低少少 就是這次去到59的時候 就有些沽壓出來的 那因為大家如果你是薄反彈 其實你的目標 就是會先看著60元左右 那所以其實昨天去到59.6毫半 應該說這一浪去到59.6毫半 就止暴了 那大家其實現在都會 雖然可以炒股不炒市 但是大家都會看著市 就是指數 是不是可以穩住在24000呢 那我們大家都會觀看今天 那至於你海螺的話 我覺得如果這麼近阻力 就不如是可以企穩突破到60元才追 那3323的話 其實也是水泥建財股 雖然無論走勢上 你見到914海螺是強小一點的 特別你開到譬如一個軟一點的圖 那3323這個月線圖就是這樣的 那914其實是整個 是一個穩步上升的一個走勢來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突破60也只是可待的 那但是呢 就真的站穩一點點才買 那3323的話呢 其實就是前排非常之受得水追捧 那今次呢 就開在9元邊的位置 今天開到19.96 我覺得就 你觀望一個下午 如果你下午呢 都站穩在9元以上的 那你才追入 其實今天呢 也是嘗試過沖上去 而就落回 那我覺得水泥呢 其實都仍然看好可以買的 但是就 小心會不會有機會是多回多少少先 因為其實 沖得很厲害 其實是回到一點點 回到一點點都是很正常的 那跟著呢 Karen是3.06入了的货不多 回落应该加住还是走呢? 其实2342我自己都是看好 如果回去我都是选2342 你见到其实它就是 如果你说它是什么位置捉了底 其实我会看2.88 所以3元上落少少入 其实都差不多水平 都是好的买入位置 3元附近都是可以买入的 你说回落再加还是走呢? 其实你见到它之前回完之后 在高位置站稳 在3.4左右都站稳 但是昨天开始有些回落 如果你今天呢 昨天就收3.36 如果你今天再 我觉得会看下午 今天下午再不上回去 我觉得是可以先走了 就3元附近再去买 因为现在虽然大家都 还在2晚4日增持 但始终你如果3元边入 都赚了大约1成左右 所以其实在高位位置可以 或者你如果是有分住的 你可以先减一半 我之前都有建议 3.4附近都是有建议先减的 那我打算是可能3元 或者等它这一次回原去到 什么位置呢? 那才去加注 那另外呢 3.3.5呢? 你可以看这个位置 因为呢 之前呢 就是2月的高位 就是3.3.5 那你也都可以观望下 这个位置是否可以 站得住先了? 那但是呢 我都会倾向是 有得赚就先减一减的 那接着呢 Karen 还有七八八 又有货的 Karen 就很钟情 5G股 1.72有货 等不等业绩呢? 那现在就是1.7 那其实就跟你买入位差不多 那现在它那个走势 就比较是 黏一点 又不是说差的 那大约呢 就站着1.7 左右的 如果收市 美市穿1.7 那你就要小心 那你就要先走 那1.72有货 其实就差不多 现在水平呢 我觉得可以观望多一会儿 但是如果收穿1.7 那就要走了 那其实呢 因为如果 我觉得5G来说 因为788是做基建类型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稳定一点 但是就相对 那个能 就是那个 那个增长潜力 相对也是比较有限一点 业绩方面 我自己就没有特别非常之大期望 我想都是持平的 那预计就 之前其实都有出过一些 就是业绩数据 盈利方面的好消息 但是就未至于有太大提振 那主要都是看市况 还有它要有一个好的业绩 应该都是预期之内的 因为其实它是不低的 一直都 其实它上市初期都是1.1 附近的 那所以呢 你就真的要非常之 再厉害一点的业绩 才可以支撑到 那现在就算个市盈率 都不是低的 都有51倍的 但是 我觉得如果站得到7的 就可以在手 反正都有货的话 那现在呢 就来到9点45分了 那恒指 都继续在24000年度增持 就是初步来 那时候都算是穿了 那23926点 跌219点 那就看回 那现在这个恒指图方面 那如果你说这一浪的支持 23970 那其实呢 那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穿了 如果你要去 你看看期指 其实就是23903点 如果你真的想去 考虑开 那么进取也是可以一试的 但是都要设置指示位 那看回成交价榜上面 匯控都穿了40元 报39.5% 跌2.7% 那长祸就跌2.3% 报56.1% 那至于呢 一些消费股都继续有追捧 黄安踏实升量2.5% 那手机都继续做好 中心升2.2% 那我们这一节时间就到这里了 中午11点45分再见 拜拜 崇尽 多了 多了 小时 太快 搞了 因为 快 有一点 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